优优独播剧场——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统领 李统领 我知道错了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杀断宣的呀 我 就算是误杀 宁远侯痛施爱子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说出你作案的过程 我 他都认了 还需要什么过程啊 每月中旬 都是秦星姑娘现舞的日子 那天他们起争执的时候 我也在场 段公子 晚上回去的时候 别生气 我竟然看到段宣那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竟然趴到秦星姑娘房间窗外偷看 我是 就一发作 我决定教训教训这个败类 段宣 谁 段宣 是 少官刑事要干什么 干泥 草泥祖宗 你是不是我的杀死你 杀死你 混蛋 我本来以为他只是晕了过去而已 没成效 他居然死了 你用了多少力道 自己不清楚吗 我 我没用多少力气啊我 他他他他他他 你 你 体格虚弱 脸色苍白 一看就知道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是 是 我是有点虚 就算你只是将他积晕 若是酒气上涌 导致呼吸阻塞 因而窒息死亡 你依然逃不过杀人的嫌疑 我这 我这 你依然逃不过杀人的 误杀也是杀人呐 山官兄 我也爱莫能助 段轩昏倒之时 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 闭上的 回房间的具体时间 应该是 子时一刻前后 我 段轩偷窥之时 脸上是什么表情 我 我这 我没看清啊我 不过 似乎不是缺席啊 你生气啊 你也喜欢这香水味啊 石糖 什么石糖 上面有淡淡的酒香味 他则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如果段轩被上官西击晕 导致窒息身亡 根本不会在床上留下刺激 我明白了 凶手是用这个枕头 把他捂死的 所以上面有酒香味 那凶手到底是谁啊 最近常常被问到 儿时的梦想 笑着想起年少的自己 了不起的模样 我们就不要